欢迎广志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广志 大家也都看到了 今年的新人特别的强 五花八门 所以我也就给大家来一段 传统脱口秀吧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的生活吧 我今天在上海置业了 买了个沙发 我本来预算是1500 然后我的朋友们 他们都劝我去宜家看一看 我去了时候发现 1500在宜家 也没有什么选择 吃了顿饭就走了 出来之后 预算还剩1420 正当我准备走的时候 我看到旁边有一家 叫红星毛凯隆的家居城 说实话 看名字 我完全没有想到 这里边全是高端品牌 我进去就被一个小的 毛毛虫的懒人厂发 给吸引住了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样的 400块钱 领券还能便宜30 我心里有数码 这多少钱 他说 我帮您算一下 这个打完折的话是 我心想 400块钱你打什么折 直接说就行 他说12000 我说400块钱 打完折12000 这力度也没必要这么大吧 那就这个价格 完全超出我的认知了 就是一个懒人沙发 12000 哪个懒人能买得起 这么贵的沙发 关键是谁会去买 你买12000 买个包 可以背出去 买个懒人沙发 最大的问题是 如何让别人知道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只能自己天天往外说 我去公司开会 广志你对咱们这个节目 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我说我昨天在 我12000的沙发上 想了一夜 没想出来 从此之后 我的同事们 只要一发微博 我就去想第一条评论 沙发 但我当时并没有 来得及质疑 它为什么这么贵 我听完这个价格之后 脑子里只有三个想法 我说这么贵的沙发 它能坐多少年呀 这保养起来麻不麻烦呀 以及等会儿 我该怎么体面地离开呀 走不了了 它说460 我站起来就走 可以有很多理由 它说12000 我站起来就走 它买不起 那不然呢 你总不能整个人 已经被沙发给抱住了 你站起来愣说 我觉得这个沙发 有一点硬 人家一听就明白了 再硬能有你的嘴硬呀 我憋了半天 我说这个沙发 各方面是都挺不错的 就是有一点小 嘿嘿嘿 那个太小人物了 他说这边有大的 两万六 这是介绍 他说这个你别看大 但其实非常的轻便 就比如我们平时 没事的时候 拎到院子里去晒个太阳 这个材质它也是防晒的 我心想 你说什么呢 别说院子了 家里甚至都没有采光 这个材质除了防晒 还非常好清洁 比如红酒 不小心撒在上面的话 拿湿巾轻轻一擦就掉了 他默认 坐这个沙发是喝红酒的 但我那时候不知道 哪个人已经搭错了 好 我说 那疙瘩汤呢 他张了张嘴没说话 明显被我的材质汤 噎住了 聊不下去了 我刚来 我在其他家逛一逛 接着我就去了第二家店 当我去第二家店的时候 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 沙发知识了 我能跟那个店员 从容地对话了 所以当第二家的店员 跟我说 他们家的沙发 九千八的时候 我就只有一个问题 我说咱们这个材质 拎到院子里防不防晒呀 我心想 这把表现得天衣无缝了吧 但可能是表现得 过于优秀了 店员一下子热情了起来 给我倒了一杯水 我不敢喝 我怕喝了就得买 在我眼里的不是 一杯普通的水 那是我的薪水 他就越来越热情了 接着就用最温柔的语气 说了一句最伤人的话 他说仙子 我看你已经开始挑沙发了 所以咱们家的房子 是已经到软庄了 我心想还没到呢 还没到呢 我现在在硬装 你给我看一眼 咱们家装修完的效果 给你推荐合适的风格 说你看这个 是我上一个客户 他们家装完的效果 整体是个北欧风 我说房子怎么这么大 他说因为他们家是个别墅 就他给我看 他的客户照片之前 我是打算给他看 我家的照片的 现在拿不出手了 他那边是北欧风格 独栋别墅 我这边压一负三 拎包入住 他看完 他能给我推荐啥 看了半天 你这个我给你推荐 我推荐你跟我干 很尴尬 我用了通常理由 我说我刚来 在其他家逛一逛 但这个时候 我已经想回家了 因为我觉得 今天受的伤害已经够多了 但他可能把我当成潜在客户了 就给我送到了门口 我一看完了 这下必须得真的再逛逛了 所以就在他目光的注视下 我就硬了头皮 进了第三家店 当我进第三家店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现在已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这个时候我已经完全忘了 一千五的预算了 我脑子里只有一句话 我们家房子刚装完 北欧风 念到完这句话之后 我整个人比那个懒人沙发 还要膨胀 好 这个多少钱 不用着急介绍 先帮我倒杯水 多少钱 两千九 咱们家是走量是吧 还怪便宜来 你有更贵的吗 有两万以上的吗 他说有 有三万的 好 我说有就行 我不买 因为我们家房子还没有装完 收完我就走了 房子还没有装完 我装完了 接着我就回家了 我就不太敢去第四家店了 甚至路上有一个扫码 收洗妹妹的活动 我也没上家 我说我不需要 不需要 今天我的脸已经丢得够干净的了 讲诸诗 谢谢你们 拜拜 好完整 好完整 他怎么还 这已经太牛了 太牛了 太牛了 有当年内乌尔的 有在电视上看的内乌尔 来 广志的锁票通道开始 传统通口校 广志你生活里面会出现那种 硬逞强的那种情况吗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生活里全是这种 比如说 我现在就是坐飞机的时候 也会就是假装自己特别熟练那种 熟练什么呀 就比如说上去把人小桌板这那的都弄完 然后人家跟你说要起飞了 你赶紧给我收起来去那 对对 我见过一个人通知那个一个阅读灯 说空姐给我来乘这 应该是我 我就是在乘 就是他就是挺好的呀 广志 特别广志 对特别广志 然后就是因为他能 老板那个生活中一点点细节 他能记住这么多的店 然后每一个店套娃子说前面那一个 我觉得这个就是 之前我第一次看你演出的时候 那种惊讶感 他怎么能记住这么多细节 主要都是真事 主要都是真事 真的我也碰见过 类似这样的一个事 就是也是那个 他们买一个柜 那个柜还挺大的 我当时一看两万 我说还行哈 然后人家认出来我 说给您八折 我说哇 这么大一柜两万还行 后来一开完票 跟我说是十六万 我少看一零 然后当时就 我说我怎么办 人还认识我 人说呢 这也太尴尬了 对 我真的尬在那了 就问我说您是那个刷卡 还是什么什么泡子机 我当时就变成周旧轮 我说不用麻烦了 不用麻烦了 然后我 我真的 我就赶紧跑 我经纪人就 赶紧赶紧赶紧走 赶紧走赶紧走 那个电梯还特慢 那个服务员就怎么看着我 公主管 我都是硬走 我说不管 我硬走 我觉得广志真的很强 换一个人 我不知道会不会把一个 这么小的一个事 讲得这么有意思 而且很完整 但是有危机 得有生活才有新的素材 您这个点评就特别准 我现在就是困扰 就是这个 就我想的就是 你看过去你讲外貌 然后说那种经济的困境 现在都不太能讲了 所以怎么能够找到 一个新的领域 反正走一步看一步 我觉得这还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 加油 但它能力太强了 很棒 对 可以 谢谢您 很棒 广志 你这篇稿子准备了多长时间 如果说从最开始写的话 到现在大概有半年多了 因为这是我专场的一段内容 然后最近又比赛的期间 把它拿出来改了 有半个月这个样子 其实我本来是准备了 两篇内容 本来这一篇 我觉得这个事太小了 也没有什么大情绪 是不太适合比赛 但对我来讲就是 每年都有这么一个舞台 来展示我的作品 就已经够了 我其实是 我想把我最好的作品 展示出来 至于它适不适合比赛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 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再次感谢 广志带来的精彩表演 谢谢 三位的分数情况 请看 这篇稿子 我能把它讲出来 我觉得就挺酷的 180左右吧 我一直在纠结 两篇稿子用哪一篇 最后那一刻 我判断这篇稿子 是没有问题的 广志180几 广志那才180 我们在这组本来 就是打算把作品留下就好 就是演好自己的享受舞台就好 一篇稿子 全场最高费 192 192 193 厉害 强 广志 广志 这趟懒人沙发买直浪 可以 买买沙发 团口脱口笑 还得是和广志 可以 厉害了 我天 两场180很厉害了 那 对六 要和舞台上的 其他的朋友们说再见了 其实这个作品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作品 就是因为它代表了我们一个风格 然后我们想把它留在 就是正式的节目里 然后我们已经做到了 所以我们这趟旅途 已经算是圆满地完成了 谢谢大家 在这儿呢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 对六的各种社交账号 社交账号都是同名的 在社交账号里面 能够看到他们的动态 能够看到他们的视频 能够看到他们给大家带来的更多更多的快乐 同时专场也在筹备当中 希望大家多支持多亮 感谢二位 谢谢 拜拜 我们作为一个新人 然后又是漫台组合 因为 很少有漫台组合的舞台 就拓秀和他的朋友们给漫台提供一件这么大的平台来展示 展示我们自己 然后让观众看到我们 看到不同风格的漫台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嗯 而且我们在这个节目里交到非常多的好朋友 对非常开心 嗯 哎呀 怎么偷偷上来 你俩不丢人啊 193 这干什么呢 来我们祝贺何广志 进入到大校圈 哈哈曹晓进入到好校圈 好校圈好校 还有我发现咱们那叫妞斯库 妞斯库 老太 咱们妞斯库 对我自己这篇稿子挺喜欢的 任何艺术形式都要复合过去 好酷啊 不像我这种人的脑子讲出来的话 他跟我是那种啊 很松弛随便玩一玩就讲一讲那种 他分也很高 我觉得很好 这样子 哈哈曹 他就是整个人的状态 包括段子 他是很松弛的 他是非常的享受这个舞台的 其实他可以跳段子 但他没有跳 他就是想好好跟每一个 他觉得强的选手去好好比一比 哎 哎 哎 广子 没想到人在大小小小小 哈哈哈哈 男兄弟也能得知 他之前最熟悉的节奏 这些东西全回来了 之前的优势 现在他又把这些东西再搭配上他 进化的可怕的技术 我感觉这一篇稿 拿到192分是无可置疑的 一个非常小的点 可以延展成那么大篇幅的一个文本 非常强 一个小事 如果你要写到5分钟以上的时候 你是真需要花好 好大的脑筋 你得笃定自己能把这个写好 他真的很厉害 他在捍卫老一波所有秀演员的荣誉 其实我演完出票那一刻 我有点想哭 我其实已经哭了 我就是 把泪水强忍回去了 那一刻就是你感觉你证明了自己 全场高费192分 你之前所有的担忧 焦虑 统统打碎 也是有朋友懂我的 现在就是 现在就是不是说 像以前那种特别自信 也就是说谁也不行 已经没有那种自信了 但是就是现在的自信就是 我也没有那么好捏 马上要比赛了紧张吗 对 我可太紧张了 我已经 怎么说呢 我其实这一段时间都比较焦虑 往年不管打得过打不过 我对自己的内容还挺自信的 今年是真的有点 有点特别那种深深的无力感 我已经 突围赛折了一次了 把算是 我在这个舞台上也没有表现得很好 然后新人又很强 你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 确实在这个舞台上 已经打不过别人了 188 可以 恭喜第一名哈曹 然后也有对六带来的压力 就是 我有可能也打不过对六 就会被淘汰 老鬼 烧死了 哇塑 是吧 看完他们的表演之后 添加压力 我其实一直都在这种怀疑中度过 我大概有80%会换稿 啊 从哪天换哪天 就是从沙发换成现在这个 类似于偏执场的一段 攻击性会更强一点 但是呢 我换不换的就在一念之间 确定要换稿了吗 确定要换稿了 这篇就是万无一失 不换了 我可能会换这一套 换不换的就在一念之间 其实最后那一刻我选择了相信我自己 我一定要把我认为好的东西拿出来 就是上台之前我背负了很多很多东西 我可以接受失败 但我不能退缩 在决定用这篇稿的那一刻 我已经做好失败的准备了 掌声欢迎订阅